七国集团外长近期发表联合声明 提及多项中国内政问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在7号的记者会上对此坚决反对 敦促七国集团停止干涉别国内政 七国集团外长3号到4号在德国举行会议 会后的联合声明中称 希望同中国保持建设性合作 但又提醒中国在台湾问题上 必须遵守联合国宪章中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 声明还称将继续对包括新疆 西藏在内的人权状况表达关切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在周一的例行记者会上 对这份声明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敦促七国集团停止干涉别国内政 调动地区矛盾 七国集团外长会这份所谓联合声明 无视中方严正立场和客观事实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恶意污蔑抹黑中国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我们敦促七国集团 别再固守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 停止干涉别国内政 感谢你 感谢观看